王上元断球 看看反击 高拉特再敲到右路 哎呦这个时候国安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但是这个球还在保里尼尧控制之下 这个时候裁判由于这个动作犯规啊太大 所以裁判只能是吹停的比赛 这个球应该肯定是要给牌 这是没得说的 因为国安刚才这个防守动作有点太大 刚才高拉特呀正好是背身 国安从后面直接是冲上来啊 应该是鱼洋 这一下下脚说实话有点狠了 这要是铲得不对付劲 很容易把这个对方给铲舌啊 再看一下王上元的一个直传 高林这边是被鱼洋放倒 然后传到六